好 各位好 那是 今天 我這場的最好 Postplay 最後一場 對 先謝謝大家 今天性 也是蠻辛苦的 對 那先 不好意思 我取了一個比較ㄎㄧㄤ的一個題材 那 我先破題一下啦 就是因為有些人可能早上有提過 就是 其實 我是要介紹的就是Postplay的FDW這個功能 但是我想說 有些東西比較硬啦 我想說今天 因為這場可能比較適合 如果你沒聽過的 不知道有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用比較有趣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有這個東西 對 然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再深入了解這樣子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自己 我自己在資料部這個部分的經歷就是 反正就很久了 就是從我在念博士的時候 就已經選擇了這個領域做學術研究 然後後來有接觸一些產業市場的部分 然後現在 我們這個社群是我 就是兩年前的時候 覺得說希望 我也不確定能夠搞得起來 那就是 希望大家有這樣的平台可以交流 一些這些資料庫的知識 那當然有包括一些實作的部分 那這邊也是提供給大家 就是說 如果大家對資料庫這個領域 不只是Postware 或者其他的開源有興趣的話 其實 有很多軟體技術以外的東西可以玩 對 這是給大家一個 可以了解看看說 有些產業面的東西 商業面的東西 那而不是只有電腦螢幕裡面 那些東西可以看 那我覺得每個地方都會 然後研究面 然後實務面 這樣子 那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資料庫這個東西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它其實它不只是 因為像程式語言的話 大部分都是跟人有關係 你可能不管資料在哪裡 不管資料怎麼來的 反正資料庫會給我嘛 對吧 可是資料庫不能這樣 資料庫要知道 如果你 像我一開始 是研究Database Eternal 那種就是如何做出一個資料庫出來 如何build一個資料庫出來 那當年像 我回到當年的話只有買新款 其實是 Postquare是一個停滯的這種態 然後買新款也起來 那後來被Oracle買中 你知道 買新款被Oracle買中之後 Postquare又活過來了 那所以 後來就比較多投入在 Postquare Source這個部分 那這個 我是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Postquare的Source 其實Postquare這一群開發者 他們比較 算是比較理想派的啦 所以他們寫出來的程式 就是我自己覺得比較接近 純工程師會想的東西 那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 那像買新款就比較多 我自己覺得啦 當初在Trace的時候 就比較多像是 做一個產品的時候 不是說不好吧 就是反正工程師有交東西出去 就可以收到錢嘛 對 就是也是一種好事 對 那另外就是人的部分 就是每一個資料庫 大家可以去查 有一個網站叫dbhs 現在資料庫 我當年在研究資料庫這個主題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教授是反對的 就是因為這個市場實在太小 大概全世界大概不到十個 大家都知道了 現在列出來就大概有 大概三百多個 就是在這個過去十年內 發展出來的東西 包括大家聽過的這些 那有聽過的這些 跟沒聽過那些 什麼No Sequel XXXXXX 大概每一面來這種場合 都會聽到很多沒有聽過的東西 就是名字啊 連名字都沒聽過這樣 那所以在 我們在探討資料庫這個主題的時候 都要去思考有人的問題 還有資料庫的問題 還有你這個資料庫面對的資料 到底你到底打算處理什麼樣的資料 不是說什麼都用一樣的手法去做 對吧 那當然這就是我們 不管你是DBA還是Programmer存在的價值 對吧 那我就這邊我就直接切入主題 就是那我要介紹的就是Foreign Data 我先等一下會有例子 就是開那個標題那個比較強的部分 我先給大家看這個例子好了 不然比較怕理解 對 如果沒有看過的人的話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預期到 今天看不太大了 然後這個Mirror好像有點問題 就可以拍得出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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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我那個...因為我這個Midu我一直射不起來 他不是這邊...那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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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切...我還是要切回去 好了 這個...就是... 就是那個... 其實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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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跑... 對... 好... 太刺激了 然後再討論到一些是不是有 那些阿斯利貢利的色彩的東西 哦 對 然後討論到的風格要色彩 那是色彩的 好啦 那大家先這樣看吧 反正就是他的概念就是 FTW 就是說把所謂外部的Foreign Data 像我這個舉例就是PTT 然後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就是從那個PTT的RSS的FIT 去把那些東西放到一個table裡面 那我那個table就叫這個PTT RSS 然後就剛剛那些內容 因為顯示的關係 但是他實際資料就是還是那些資料 就是大致上的概念這樣 那其他的也是 其實那個Counter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可以任意置換說 你現在想要看的 以這個例子來說 就是說我想要看其他版 你就把那個 等一下我會有那個網址 就把那個版面放進去 你就可以看得到那個版的內容 那如果你要持續性的去做的話 就是剛剛有介紹過的那個PTT Chrome 去定時的去抓就好 這樣子 那抓進來之後當然前面也有介紹那些什麼文資檢索啊 那些你就會進行後續的運算這樣子 那所以這邊要給大家介紹這個概念就是 你的這個資料庫呢 其實不一定是你要處理資料 不一定要在你的資料庫裡面 其實在大部分所有的系統資源裡面 我想最珍貴的大概就是資料庫這些資源 因為他同時需要就是儲存的能力 IO的能力還有運算的能力 那大部分如果你是 例如有在處理那個hypervisor之類的問題 他通常只考慮Compule Node的問題 然後反正那其他儲存Emerge 那是NAS的事情 通常會這樣區分 那可是資料庫他必須要同時兼具這兩者 所以他的資源通常我們會放在 我必須要處理的資料 才會放在某些核心的資料庫裡面 那所以我想要介紹這個概念 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區分 哪些資料你放在別的地方 但是你需要再把它放進來 可是你在需要的過程 你並不是隨意的寫一大堆程式 把它兜起來 過去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那可是那如果有這個機制的話 你就可以把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像早上有聽的話 你就可能有Oracle 有SQL Server 有MangoDB 他只是一個檔案 你可以把它冷儲存的資料 放在檔案裡面 你不要浪費資料 一直在維護它 那你需要的時候再把它讀進來 但是所有有讀進來的那些動作 都變成一個table 所以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只覺得你在寫一個西括的table的處理 它可以做 就是table能做的事情 它都能做 甚至像那個 如果有在用partition table的 它也可以把partition的那些part 設在外面 當然會比較慢 但是你也可以這樣做 或者一半是local的table 也會半個foring table這樣子 對吧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調變這樣子 那所以有 剛剛那個比較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 我剛才其實已經講完了 簡單來說那就是 這些資料 考慮資料庫裡面的資料的時候 它不一定只有靜態裡面的資料 這些靜態的資料有可能也只是暫時性的資料 如果你只要做資料分析的話 那如果 我剛才也有講過 如果你是要長期出身的資料 像有些因為法律規定 你可能要出身五年十年的資料 可是你也許等它被砍掉 你都不會砍到 你都再不會去省累它 你平常也不會去省累它 它就只是為了規定而存放 當然有意外的時候 你需要去那這些冷的資料 你就可以先把它當留在實地上 其他的實代都可以 那再把它引用進來 對 然後第二點就是 你的資料不一定是靜態裡面的資料 可能這個table甚至根本就是空的 那FDW提供的東西呢 它就是一個具體上是一個table的形式 就是第四點的形式 然後它可以跟原生的table共同運作 如果你不特別去省累一些系統資訊的話 你分不出來它是 使命上是分不出來它是正常的table 還是外部的table 你都覺得它是內部正常 一般的table這樣子 那第三點要給大家一些瑞本資 就是 事實上Sequel它是後來是有定年 2013年之後 在Foreign Data這個部分 它有訂定Sequel的標準 可是 目前沒有任何一家資料部 遵守這個標準 就是這樣 對 那Postgrade是說呢 它自己的說法呢 是說 因為 那些指令的實作呢 它這個Postgrade的架構要改比較多 然後另外考量到 因為其他的也還沒做 所以它就決定不做 這樣子 所以Foreign Data在 有些像 那一片DB2叫做Bed-rated Table 就是 那買Sequel也有 你可以去寫寫看 我覺得很難寫 叫做Costed Agent 那就 反正很難寫 對啦 但是總之就是大家是有不一樣的標準 其實這也不是新的概念 只是我自己覺得 都用過之後 Postgrade這一套算是 我覺得最好用 最容易入門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 你先進場再說嘛 那我們可以先看看有哪些FDW可以用 先看例子 再看那個內容 我有網路嗎 我有網路嗎 就是這個是 大家事後可以再回去查啦 就是在Wiki上面 已經有列出 但是我先提醒大家 不是每一個都現在可用 不是每一個都現在可用 但是曾經有做過這些 那我自己 像我自己最常用 像那個 第一個那個 就是一般的Sequel的database 就是Raper 那我自己 會用這個 Sequel Atomine 這一個套件 那他可以 他就是 那如果有寫過Python 你就知道 他是一個Python 底下一個 Sequel類資料庫的一個介面 那你只要會使用它 你可以換資料庫要 那 這一個 這個我們本來 因為如果要去對接 其他資料庫的時候 我不一定要把資料 都從其他資料庫漏進來 像我們就有一個是 每天要漏的資料 每次漏的資料都花三四個小時 非常久 因為我實際問了之後才發現 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資料 會被拿來怎麼用 所以單純整個資料 每天都down一次 對啊 然後每次download 加起來真的就要三個多小時 那可是如果你用FDW的話 FDW的概念只是 我只是建立一個連線 我需要你的資料 我需要ID1的資料的時候 他就去拿ID1 你要ID100的時候就去拿ID100 我需要大於 你的薪水大於5萬塊的員工資料 我就只拿5萬塊以上的人出來就好了 就是他不會去load所有的資料 他的FDW現在的功能 是他會把一些東西可以push到下去 那個資料庫 外部的資料庫 如果他支援的話 也要外部那個資料庫支援 那如果可以的話 他就只需要拿部分資料回來就好 那如果要用的話 Postgrade是到9.3之後 9.1開始有這個功能 但是9.1跟9.3的是不相容的 如果你要實做這些東西的話 你要一定要升到9.3以後的 才是相容的 那其他的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這種泛用的需求 你已經知道你想幹嘛 你可以用這個速度比較快的 因為這些都是用CI寫的 比較直接寫 反正就直接寫清楚的 就寫一大堆 然後下面就是那個 NoSQL的部分 NoSQL的部分就是非常多 你自己可以看 對對對 QB那些 那還有比較基本的 這個也蠻常用的 就是CSB 因為有些音樂的信用 或者我剛才講的 你如果那些染資料啊 你就把它直接down成CSB之類 這也蠻常很多人會做的事情 那就或者像這邊 踏起來你也不用 LIP 這些東西 就不用浪費太多空間 再處理這些東西 因為資料庫啊 其實資料庫一般我們估計 是乘以3 就是你的資料一筆 一 byte的資料 至少要三倍的儲存量 這個資料庫才能 handle它 才能一直保持它 它一直在你資料庫裡面這樣 但是用檔案的話 你自己就可以控制 你想要容錯率多少 就是大概可以看一下 事後的時候 就是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說 有沒有我 有 這個是剛剛我不小心去查的 就是剛剛我講那個DBN 那個網站 之後也可以去看 這個列表大概有 現在應該有346 所以你如果要選擇資料庫這件事情的話 不怕沒得選啊 就是你們會網網看 那當然比較知名的就是 最前面的這些嘛 就比較知名的前面的這些 對 就會看一下 那它這個排名是一些 它有程度啦 就是反正有興趣的人看一下 它有分數計算的方式 就是這個一個嗎 下面呢 上面 这一块 这个 哇 真好 这一个 这一个 哇 真好 这一个 一个 了 呆 呆 carriers 呆 我為了減少這個切換時間 就是這邊就請大家會去看 因為這邊都是對粉絲的資料 就是等一下我會給大家看一小段程式 也不要太...當然不會太多啦 但是如果你現在就開始很有興趣的話 不小心就開始很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開始看那些就是 如果你要撰寫一個FTW 也就是在PostgreSQL裡面 用程式化的方式去建立一個可程式化的table 或者一個虛擬的table 那你就可以參考這些文件 那個官方手冊 那他原生的是用C語言寫的 那除了寫這個東西之外 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嘗試去寫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想學習說資料庫 如何處理這些資料的話 也可以來寫寫看 因為你必須... 他其實他列出來的那些方法 其實就是資料庫 他處理這些資料 這個table的過程 他把那些方法把它挖空 然後讓你來撇 這樣子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經典範文 就是PostgreSQL的一檔文 就是說如果我要... 我有一個table 實際上不在我這邊呢 他是在另外一台PostgreSQL上面的table的話 那我要去做 那前面的... 有聽前面那一堂 那ACID的那一個部分呢 在這邊的實作就會需要用到那些概念 不然你兩邊的資料 不會在一個translation裡面 你必須要兩邊都達到一樣的translation 你的資料才會是對的 不管是讀還是寫 兩邊的translation要是同一個level才可以 那... 所以這個是經典範文 而且也算是最穩定啦 因為這畢竟都是native的 而且是PostgreSQL官方提供的 不過他... 因為他參雜的比較多... 如果你沒有太大興趣的東西的話 那他寫的是真的是... 蠻嚴謹的啦 而且也可以學習 如果你想要用C來細部控制PostgreSQL內部的東西的話 LivePQ也是在這裡面可以學習到的東西 那... 如果你已經前面都OK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看第三個 就是... 他是一個開發樣檔 他完全是空的 那... 他... 他只是確定說你自己環境有辦法build起來 這樣子 不過今天我們不談這個 因為這個是標準做法 標準做法他... 我只能說... 如果你不太會寫程式的話 應該是沒有辦法做的 但是呢... 所以... 所以他有提供另外一個東西 有另外一個人寫了這個Maticone這個project 這個呢... 就親切太多了... 親切太多了... 他做了一個... 一件事情就是... 從C轉Python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只要寫一個Python的程式 就可以做好... 做完這些事情 那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那程式... 應該還算蠻簡單的啦... 對啊... 而且你可以大量引用... Python Library 那大部分C的話... 都要自己寫啦... 就比較乾淨... 對啊... 然後他... 現在都已經... 就是2跟3... 不過當然就是建議... 都用3來寫啦... 3以上... 3的話... 就大量引用3... 那... 網站在這邊... 也是... 那他... 所謂更直覺的始作介面呢... 就是右邊... 如果你要告訴這個... 如果這個Postquake說... 我想要select資料的話... 那... 請你始作Execute的這個介面... 這個function給他呼叫... 那他有規定... Input有哪些... 然後他會告訴你... 我會的條件有哪些... 然後請你return一個... 他規定好的格式... 就這樣子... 那其實那有什麼... 規定好的格式... 就是一個array而已啦... 對啊... 那insert... 這應該... 蠻直覺的吧... 就是insert就是insert... delete就是delete... 那他都會告訴你... insert的話... 就會告訴你... 那個values裡面... values前面跟後面... 兩個括號... 分別有哪些值... 那你就自己去對... 對吧... 那delete會告訴你... 會了... 會了... 那個條件... 有哪些... 然後大於小於... operator... 都會告訴你... 如果你有辦法處理... 你就處理... 沒有辦法處理... 也就沒有辦法處理這樣... 對吧... 然後... 在某個版本... 這個我還記得... 就是... 一開始我... 我開發... 好像1.0版本... 只有上面... 只有第一個... 然後後面... 開始有寫入的部分... 所以就可以做到雙項... 就是你跟外部資料... 如果你更新... 你也可以叫對方更新... 那如果... 對方更新... 他不會通知你... 這就是... 看他要不要通知你... 那如果你通知對方的話... 如果有需要... 對方也是RDB... 你希望他也有Transation... 然後... 那你就要使作... 下面這兩個... Function... 那... 就是要Follow... 那些... 如果大家有學過的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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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費... Transation... 那些概念...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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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面... 在... 他呼叫到你這裡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 做到... 其實以前我們做資料庫... 在資料庫裡面使作的東西... 最麻煩的是... 如果你不興趣... 要趕到Parser的話... 就很尷尬... 就很難做... 一個資料庫裡面... 我之前自己計算過... 大概... 40%是吸過Parser的程式嘛... 那所以... 這個好處就是... 前面他都Parser幫你做完了... 他只告訴你最關鍵的那個... 喔... 我剛才舉例的... 如果你要... select... 那個... 像... 我剛才舉例的... ID等於100... 這樣子... 你只要... 知道100... 這個數字就好... 你知道... 知道有一個欄位叫ID... 有一個... operator等於... 是等於... 然後有一個數字叫做100... 你就會接收到這些資訊... 然後剩下的都不用管... 你不用管說... 這些... 欸... 那我這個ID等於100... 前面還有end嗎? 後面... 欸... 還有all嗎? 欸... 如果你想處理... 你也抓得到這些資訊... 但是如果你不想處理的話... PostgreSQL還會幫你處理喔... 對... 所以你回去的資料絕對不會錯... 好... 那... 那... 那這個其實我就... 其實我剛剛已經... 大致上講完了...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下... 這個電Python這個程式... 那... 現在...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 Segel Query進來之後... 它的Postle做完之後... 然後才會進到FDW的部分... 因為它已經... 把你當作一個table的一部分... 因為前面那個... SQL Query可能很複雜... 可能就贏了兩三個table... 然後... 你也不知道它... 它到底就贏哪個key... 用哪個key去就贏... 那不重要... 反正它需要你的時候... 它把那個... Postle完的資訊送給你... 然後你就寫... 以下的程式... 那我剛才講... FDW的原生... C... 其實是... 我這邊沒舉例... 但是很難... 你不容易理解啦... 對不對... 不容易去寫... 那所以... 我們引用這個... Maticone這個quadget... 它可以讓我們... 寫一支Python... 就可以... 左... 左下角... 這是一個例... 就是我剛剛... PTT那個例... 那我只要給它... 這個網址... 那當然有另外一個... Library叫... PTT Library... 大家可以去查... 對... 那個就是... 用WebSocket去做... 那後面... 用WebSocket去做... 它可以做到更精細... 的... 文章的... 抓取... 那不過...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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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另外一回事啦... 那主要是說... 這些動作... 我們都可以用... 拍什麼... 比較容易的去做出來... 去做出來... 然後... 而且它... 重點是... 幾刻成效... 它不需要... 如果... 從... 這個動作... 如果你用C來寫... 效率比較高之類的... 也可以呼叫到... Postplay內部資訊... 你可以甚至... 可以去看你的查詢計畫... 在查詢過程之後... 還可以看查詢計畫... 然後... 還去改查詢計畫... 那... 你不需要做到這些... 那你就... 用... 這個東西就好了... 對吧... 好... 那... 我要來看一下... 這是... 可以吧...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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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arse的那個is這個部分 這個程式設計我就不講了 那總之就是你只要寫這樣一個 188行的程式 就可以做到剛剛那些事情了 那更不用說說 你如果比較會寫 或是你已經知道有哪些library可以用的話 你就直接invote進來就可以用了 那只是說像這個 最後這個items這個部分 要照他文件上的格式去revenue他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就可以在post query那個一行一行 看出來那個每一個libr是怎樣子 那每一個libr你還可以進一步 用會合去filter他 那那個filter你不用去寫 因為post query自己會做的 因為你已經告訴他 就是已經格式化的資料 他就有辦法去做 那你宣告的那個 data type 他也會幫你去轉 但是當然啦 我講到這個就是 他沒有那麼聰明 你不要故意去挑戰他那些很奇怪的 就是反正123到底是文字還是數字這種 你如果你就要很精確告訴他是哪一個 哪一種 你不要全部都宣告文字 然後你卻期待他 他會自動告知你他的數字 這樣是不太厚道 應該是這樣講的 好 那你這樣講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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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這邊就是給大家一些 已經到總結音樂時間差不多了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PoSquare 你知道這些東西之後 你會把它當作一個Data Hub來使用 它甚至你可以有一個最淺端的東西 它這個PoSquare是空的 然後實體的資料都不存在它身上 那你可以對它作證 就是有點像view的概念 但是資料庫的view 資料庫這個等級的view 那所以你不用一定要 有一個資料庫的怪獸在那邊 我這個資料庫就是要很大 然後什麼都放在我肚子裡面 這樣不用不用不用 當然你要方便性 也要有彈性 彈性就是把它分分別放到別的地方 如果不是你的資料 你也不用請它一直在那邊同步浪費頻寬 那你可以使用fdw建立一個捷徑 建立一個連線 那你就去處理它 那寫在這裡面的好處就是 你寫一次這資料庫有這個能力之後 其他人不管用什麼程序員寫 他都可以使用 那因為它是一個檔案 剛剛你可以看到那是一個檔案 其實它在作業系就是在那個 作業系統裡面目錄結構 就只是一個.py的檔案 所以如果你要做版本控制也很容易 不像那個stop procedure 因為你要放在資料庫 那個你不知道怎麼夠裡面 所以一般人會覺得說 我很難做那個版本管理 那這個就不會 反正你只要更新它 你下一次呼叫它就行 它就照著執行而已這樣子 那下面是幾個例子就是說 如果我要從mongodb取得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可以下這樣的指令 就是從mongodb這個cable 取得SasaLawData 那它的ID是這個 那特別講一下就是 mongodb那個底線ID 是一個特別的欄位名稱 就是它就是這個欄位特別快 你要去弄它其他功能 也不是不行啦 那就是沒那麼快 那它就是特別厲害的 就是底線ID這個名位 那所以以前我們用做那個IoT的時候 會特別想要用這個欄位 那另外像這個第二個是Twitter的FDW 像Twitter你難道有辦法 把Twitter資料都放在很多人做社群分析 然後網路爬手 那當然你也可以爬一些資料回來啦 但是你不需要 你可以做一些篩選 我可以對這個 我這個例子沒有寫完 其實我之前有做過一個 後面是可以用keyword去呼叫 那個Twitter的社群的API 所以你不是說把每一個follow的 那個page把它存下來 然後再放進資料庫 然後過一陣子再把 然後把那個關鍵庫位進去 然後不要資料再把它可能up 不用這樣子 你在對方的服務 如果他已經有提供比較進階 FILTER的功能的話 你就不許過去就好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人家有實作過的例子 就是跟那個Google的那個試算表做雙向 這樣子的同步 算是同步吧 但是對方是 其實是沒有全社群的功能的啦 這個之前我做過 他是沒有全社群的功能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 因為你可能會想要說 我讓別人在上面共同編輯 因為資料庫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編輯很累 如果我只是要打幾筆資料 或者更新幾筆資料 我還會下細括實例 然後還要裝一個那個什麼 對 那如果你的文件是可以有web形式的話 那對其他人要編輯資料是比較方便 那可是對你Postplay自己來處理 是沒有差別的 反正他就只是一個table 那這邊再延伸你Postplay的能力 就是說你的 這還是一樣 就剛才講的 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這個Postplay 其實指就是這個DataHub 這個層級 其實他只需要處理資料邏輯的部分 你前面的業務邏輯就放在前面 那當然就是我剛才講過 為什麼很多人會反那個 Stopen系統 因為我業務邏輯說 我喜歡資料庫裡面的話 倒是難搞 而且還會就是很難維護 如果業務邏輯改 是不是只有DBA能改 對吧 那DBA 很多DBA是不管這個 就不能讓太多人接觸這樣 那不過當然我們這世界上 就是有些系統這樣子做 那所以大家後期的系統 為了避免這種弊病 所以有些就是乾脆限制 可是如果你有這個方式的話 因為前面講過了 因為他如果只是檔案的話 你就可以有板控了 那甚至把那個部分開出來 讓那個前端的設計 他有一個檔案同步的功能的話 你就可以讓前端的工程 就是業務邏輯的這些工程師 去做一些開發 然後他呼叫的話 他不需要管任何人 因為他面對的是Postplay 他不是面對那一支層 那一支層就是 就是一個底層的層層 然後介面是Postplay這個Postcode 那資料來源 你也可以拆開來看 那中間這一層 其實可以有好多個 因為它可以是分開的 因為它是空的 所以當它是空的 如果有在管局裡的話 資料庫要scale out是困難的 因為他如果身上有帶著資料的話 你再怎麼樣snapshot 還是要那麼久 因為他身上有帶資料 你如果一直長出來的話 但是如果只是一般的Compure Note 就跟你的VM一樣 如果他只是空的一直長的話 但是他的運算能力是增加的 那資料來源 可能就還是固定在那邊 但是你可以依據不同的資料庫 不同 你有沒有能力去處理這個資料的不同型態 你就放在原地 不用什麼都放在上面 這樣 然後簡化這些事情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